我們看這一題 這一題它說有一個正方正立方體 它的邊長都是1 如果向量A它的起點 跟終點 都在這個頂點上面 而且這個向量A長度是1 那麼則共有多少個不相等的向量 那這個向量長度是1的話 那邊長是1嘛 所以這個向量的話 一定就是沿著這個邊長 沿著邊長構成向量 那沿著邊長構成的向量的話 有幾個呢 有六個 為什麼 就是沿著邊 因為這個正立方體 正立方體 它沿著邊長方向只有三個方向 就是x的方向 假設這是x x的方向 還有什麼呢 還有這個y方向 還有幾方向 沿著x的方向的話 只有兩個向量 往右或往左 有兩個 長度是1的 這個向量 或者是這個向量 這個向量或者是這個向量 或者是這個向量也可以 通通呢 是 通通長度是1的 所以x方向的話有兩個 那一樣 y方向也有兩個 這樣子 或是這樣子 這樣子 這個向量跟這個向量是一樣的 因為它方向一樣大小一樣 這個的話呢 這個的話呢 有兩個方向 往這邊正方向或負方向 所以這個也有兩個 x方向有兩個 y方向有兩個 x方向也有兩個 所以總共多少 總共有6個 兩個加兩個加兩個 所以答案是6個 所以這題答案應該要選b 就是這個向量的 我先用來 然後把這個向量 我先用來 這句想讓我先用來